泰国社会发展与国民安定部常务次长威迁近日主持与八个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仪式 通过网站向身处海外的泰国女性提供援助 泰国社会发展与国民安定部常务次长威迁表示 目前有100多万名泰国人生活在全球66个国家 大多数是合法在当地居留 也有部分人不愿意向居住国家表明泰国身份 因为涉及出入境方面的法律问题 其中大多数是嫁给外国人的泰国女性 所以泰国社会发展与国民安定部家庭与女性事务办事处 决定增加向海外太极女性提供援助的渠道 协调各有关机构提供所需的便利 对于准备到国外生活的泰国女性 在国外生活期间有可能会用到 需要了解所在国家的详细情况 也可以通过该网站进行查询 或者通过网络向客服咨询